先叫建一個叫MyAdapter好了 那Adapter的這個物件名稱叫Adapter好了 這個MyAdapter 然後呢建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叫做Adapter 等於New一個什麼呢 MyAdapter 我就去創建一個 並且傳進一個叫做List List的話指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List的這個class 那告訴他說現在畫面控制器 就是叫做MainAdapter 告訴他 特別是可是問題 這個MyAdapter沒有還沒產生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一定要自己建立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class叫自己建立的 本來是沒有的 特別說位置要建在哪裡 這個建的位置 特別注意如果你建錯了 那後面呢就會產生錯誤 他一定要建立在 這一個uncreate這個方法的外面 這個方法有沒有 特別注意我是這個方法的瓜糊的外面這裡 那你建立一個class 這個class的名稱的話 我們就是叫做 這個class的名稱 class的名稱的話 我們 給他一個class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這個 MyAdapter 就是這個名稱 一樣的這個名稱 而且喔 這個名這個Adapter呢 這個class必須什麼 Extense 必須是 這個 計程什麼呢 計程 特別注意喔 計程的是 一定要叫做 BassAdapter 這個BassAdapter 可以幫你怎麼樣 把圖放進來 所以這裡的話 記住一定要是 計程是BassAdapter 這個BassAdapter 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一個抽象類別 特別我把這個講完了 那如果你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所以喔 你建的 繼承它之後的話 游標放上去 它也會出現什麼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因為呢 這個BassAdapter 它是一個抽象類別 然後呢 你必須新增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這幾個方法 會自動產生 也就是說有四個方法 我要去實作 OK 那另外的話 這邊會傳遞一個 List過來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 有不要放這裡 建立一個什麼建構子 因為我這邊會傳一個List給它 那必須傳過來之後的話 它必須要接嘛 所以在Gava裡面有個概念 就是說 傳過來的東西 必須要有個接的 接的一個建構子 那怎麼做喔 其實在Eclipse裡面有個簡單的方法 有不要放上去 一樣可以怎麼樣呢 建立有沒有 一個建構子 你會發現喔 它自動幫你建一個建構子 那建構子的概念就是說 它的名稱 一定會跟什麼 Class名稱一樣 看起來很像方法 但是它是一個建構子 那也就是說 參數會傳給它 傳給它一個什麼 叫做 Main Accuity OK 那怎麼去接 怎麼去把底下的實作 等一下我們來看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地方會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的 因為你要把那個 小說圖 放在greview裡面 必須建一個 MyAdapter 這個MyAdapter必須 是 就是 繼承那個PathAdapter來的 好 好 謝謝大家 我來看看